前天星期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亲自到访乌克兰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乌克兰迎来的美国最高级别访问团 他们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承诺 美国将会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包括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让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援助总额是达到了37亿美元 此外布林肯透露 美国外交官将会在下个星期逐步重返乌克兰 并且表示华盛顿已经是制定了支持乌克兰的战略 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 对此俄罗斯向美国发出了正式的外交召会 敦促美国不要再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就警告 美国向基辅任胜武器将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反而还会令到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境内 俄罗斯军方式火力全开 把炮火对准了乌克兰铁路 想要通过摧毁乌克兰的铁路电力设施 来瘫痪当地的铁路枢纽 以阻止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同时呢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了许多俄军 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视频 包括发射短程导弹导弹的这个画面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显示 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境内作战期间 使用了俄罗斯开发的先进武器 其中包括高精准度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导弹 而昨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袭击了乌克兰北部郊区的一家烈油厂 以及当地一个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燃料的仓库 镜头转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在俄军炮火持续攻击下 当地的建筑物被轰炸得面目全非 熊熊烈火从公寓住所里窜出 赶到现场的消防员除了灭火 也冒险上楼帮助行动不变的老人离开住所 当地政府表示 俄军已经占领了22个村庄 俄乌战事开打至今未见有缓和的迹象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比俄罗斯来得强大 如果他还是美国总统的话 他不会允许普京一再地发出核威胁 他使用了N-Word,Nuclear-Word,all the time 那是一种评论,你不应该做的 他使用它在日常的旅选 大家都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而当他们害怕,他使用它更多 那是为何他做的东西他做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